在美國讀過書 都有在香港做一段時間的事 有小朋友之後就覺得近幾年 不要說近幾年 甚至你走這兩年 那個教育制度已經是被政府去慢慢一步步地改變得太離譜 見證了那些小朋友 接下來會學到些什麼呢? 大家都不清楚 但是肯定不是我們以前說的學術自由 因為學術自由已經跌到D級 第四級 報紙剛剛之前說過 就去到柬埔寨 俄羅斯的水平 已經去到中國在我們後面 中國在第五級 其實看見是很慘的 一些國際性的報告都說你香港的自由度太低 所以我們有小朋友的人 希望他們可以去到外面讀書 更加希望他們可以更加早去到外國讀書 所以就變成我就選擇在美國繼續生活 就是這樣了 現在似乎有一些新的安排 因為好像學校老師上課的時候 就裝個CCTV給他們 就監視著那些老師 還有學校都有一些國安小組 所以還有香港政府會帶你去推廣一些國安法 所以我覺得你走 我想都是不想有些小朋友在香港 受到這樣的一個教育 我也想看一看你 其實你今天這個裝扮挺特別的 你穿著一件衣服 是美國的USA 但你戴的口罩是灰色的 為什麼不是香港人熟悉的 黑色的呢? 黑色因為他們覺得是一個抗爭的戰爭 因為首次USA 純粹 USA是件衣服 這一陣子也是在講新疆棉花 因為Like也有講過他不用新疆棉花 當然USA是代表我現在在這裡 純粹穿著 這樣 因為灰色口罩 對了 想說為什麼要戴灰色口罩 因為我在想 其實香港 首先先不講黑色原因 香港已經黑白不分了 看到這個香港 真的完全黑白不分了 所以我擺個灰色出來 也都表達我對香港的前景很灰的 真的很灰 整個香港很灰暗 雖然現在Proven Line Team不敢在香港 看樣子好像經常都淋天白雲 因為少了廣東省那些廠 現在很多的天空是比較漂亮的 但是始終大家 很多香港人對香港的前景是真的很灰暗 覺得很不行 所以我今天打算用灰色的口罩去見大家 平時我自己很喜歡運動的時候 我身邊 很喜歡運動的 很多運動我都做 平時都會穿Like的 其實我見今天我Facebook的朋友都會 今天Facebook很有趣的 洗版的大家 很多都說突然買了一雙 Adidas的鞋子 因為剛剛昨天香港時間 陳奕迅就說自己要跟Adidas去取消這個合同 陳偉廷 即使他就不再跟Adidas一起合作 很多藝人為了表達他們的 為了保護他們的人民幣 很多藝人都會快點馬上說我不穿Adidas 我不穿Like 或者見到國內的網民在燒Like的鞋子 還要好笑到他們說燒那個Like鞋子 發覺那些Like鞋根本就是普遍的貨 那些叫什麼 房名牌的鞋子 所以就沒有特別 平時我都經常運動裝促 所以今天我都是沒有特別支持 但是就穿開就穿了 挺好的 其實 其實講開要講 怎麼看香港的人支持中國棉花 就反而做了一個中共的護企手 其實老實講 同情 雖然我經常都說 希望香港 真是香港人 為香港好的 我經常說 愛港 愛香港的人 不是我們現在他們經常愛國者治港的人 我真的喜歡香港的人 我晚一點會繼續說 爭議香港的人 盡量 我明白大家忍不住 很辛苦 大家都很生氣 說他們乃共 藝人乃共 有時候你回到 人家的生活 人家站在一個位子的時候 像陳奕迅 他住在炸電山 兩億多三億的豪宅 如果他不拆鞋 例如假設他要再買樓 或者買靈車 買標 陀飛輪 他都要在那個財主那裡拆他鞋 或者站在他們的角度想 他們迫著 不要這麼說了 直接說他們經理人公司 就算陳奕迅還沒開口 經理人公司都幫他出聲明 這個是社會的寫照 沒有辦法的 錢 就是我們俗稱 前陣子跟我太太在那裡談 他說許智安這樣賤 為什麼許智安又出回來 或者小豬羅茲祥 又經常喜歡玩多人遊戲 又出得回來 又甚至繼續講藝人 就是柯震東吸毒 和房祖明吸毒的又可以復出 為什麼呢 我說不用生氣 他們其實老實說 有時候他們是不是出來都不關於藝人本身 他經理人公司簽了合同的 要賺錢的 一定推他們出來 因為經理人公司才是賺錢的 例如陳偉廷 你猜他真的不穿Adidas嗎 他就繼續穿Adidas 但是你英王 你都知道英王集團搖錢樹 生金蛋 難道說有幾億合同 他不要嗎 所以沒辦法 尋吃 俗稱香港人王子華很喜歡說一句 尋吃而已 犯法 老實說 我勸大家 如果你不喜歡他 就以後不要聽他的歌 或者你不喜歡他 就是你不喜歡陳奕迅 和Adidas 取消合同 我們自己支持Adidas就可以了 他們別人的事 你怎麼罵他 怎麼罵他 其實大家是不同世界的人 老實說 他們是高高在上 我們努力一點 自己努力一點 做好自己 我經常都說 我經常教學生 或者教小朋友 我都說 做好自己先不要理太多人 這個沒辦法的 一個正常的社會 賺錢 手要 很可惜 很少藝人真的為了真理 為了自己理想去放棄人民幣 太香了 人民幣 像內地人說的 真香 朱先生 都知道你在美國這邊 似乎都為香港人做了一些東西 因為你形容香港現在是黑白不分 所以你在洛杉磯 洛杉磯 美國都會 是不是覺得可以為香港人做多一些東西呢 還有近期都似乎舉辦了一個活動 是不是 是啊 我們在美國南加州這邊 盡量有真支持香港人的活動 我們都會去參加 就是較早之前有一個聖誕Monica 一個去沙灘 我們去遊行 大家都會 很多香港人都來 我之前有些同學 他們雖然 就是有些剛剛來到美國 沒幾個月 他們都會幫香港人 盡量出我們俗稱的略盡免力 老實說我知道 因為老實說一個政權 中國一個政權 你很難 很容易可以打到它 尤其是現在它是高高在上去看美國 現在你都知道中國 現在是 它又不要吃兔 它現在不喜歡吃兔 我們香港人真的略盡免力 每一次活動 他們都盡量出席 有沒有空都出席 因為怎麼說呢 沒有空 我們盡量去一點點 我都要去 我都要去到 舉個牌子 告訴別人 我們真的有這麼多香港人 就算外國都要支持 我們自己的一個motherland 支持香港 當然 我還有去 有一個互法運動 那個互法運動 簡單來說就是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 簡單來說 我們看到 互法運動 我們有五個大題目 五個五點 但我最簡單清楚給各位網民聽到的就是 一國兩制 甚至 鄧小平說的五十年不變 這些就等於以前 董建華說的八萬五已經不存在 很可惜的 現在是 當年 很近的時間 九七年前 大家 就是我們的童年的時候 他們每個都說五十年不變 大家OK 那變相 很多時候 很多人信著五十年不變 九七年 到二零三年 還有很多人 在外國 美國 加拿大 回流回香港 他們覺得是 OK 回歸了沒事 五十年不變 一國兩制 當時大家還抱著這個 覺得 OK 回歸都挺好 那變相我們在這邊盡量搞些活動 真心我們肯定不及黃之鋒 或者其他在美國的其他前立法會議員 不及他們 當然他們可以去到見到國務卿 見到那些眾議員 參眾兩會的議員 看到我們就不行了 我們普通市民 那我們唯有試一下用傳媒的力量 好像你們 找傳媒 因為我知道看中國是一個很厲害的平台 很短時間你應該可以很多人點擊那個YouTube 我的朋友做KOL 就是想做KOL 他們好像在Facebook、Instagram 叫人們幫忙看他們的YouTube片 看的都是幾千個 你們在說一兩個小時已經可以十幾K 就是一萬幾二萬人點擊很厲害 所以我們希望慢慢 希望你們好像你們的韓中國 有其他平台 唐人電視台 新紀元 希望這些媒體可以慢慢把我們香港人聲音擴大 一步一步來 急不來的很多事情 老實說 我們也不知道 找到參眾兩院做不到這個事情 唯有我們靠一步一步來 希望好像今天我訪問完 希望有其他 其他年輕人也好 中年人也好 甚至老年人也好 只要想幫香港人 盡量發聲 你們盡量採訪好他們 然後放上網 希望更加多人看到 其實我們真是多謝你 給我一個機會採訪你 真是很多謝你 是我們的魂恆 不要客氣 我是一個普通的香港人 香港仔 我也想問回你是南加州那邊舉辦一些有關香港的活動 或者你參與有關的活動的時候 你覺得當地的民眾反應是怎樣 和你們香港人參與的人多不多 他們的反應又是怎樣的 其實如果在美國這個民主自由社會 其實很多 首先不講什麼顏色的種族的人 他們聽到 他們會過來看 這個已經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就是香港沒得比了 你知道現在香港 你就這樣舉個牌照 是政府不喜歡聽 或者警察不喜歡聽的東西 他們又過來說你限聚令 又檢控又罰錢 每次都兩千五千這樣罰 萬萬聲了 因為那些小朋友 初中或者高中那些 那些學生很勇敢 他們擺街站 嘩 一夜過來了 你不走 我就立刻罰你六個每人 三千還是兩千萬多 他們真的避不起 你想一下 你連一個所謂香港 所謂自由 真的現在變成了所謂自由 沒有機會了 但在美國不同 有時候 香港什麼種族 白人也好 拉丁美洲的人也好 黑人也好 或者印度人也好 只要你有心 你擺街站 你讓他們看到香港發生什麼事 什麼叫47人 他們會過來問你 當然 其實我經常都說 希望以後 我們如果真的要支持香港的人 大家盡量心平氣和 就算見到小粉紅 你不要跟他罵 一罵 神經肯定會有小粉紅來吵 你也知道什麼小粉紅 他們來吵兩句 你又跑去跟他吵 接著怎麼樣 小粉紅就用你 用粗口罵他 或者你不用粗口罵他 怎樣也好 你一罵他 他就是 他擺上 理得他擺上 那個什麼 抖音也好 擺去微博也好 擺去微信也好 他又做了小粉紅的英雄 他說那些香港人沒有數字 罵人 亂罵人 其實他之前可能已經 很多粗口罵我們香港人 所以大家要忍 不要上去當 因為美國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其實大家只要心平氣和 你跟他講 清清楚地說 所以就 希望我們會慢慢把我們的訊息 告訴別人香港發生什麼事 不止黃之鋒可以跟別人講 我們普通的香港人 都有機會跟別人講 但是最重要 心平氣和 清楚簡單 講到別人明白 不要講太久 很快地告訴別人 所以其實我也有朋友 在香港還在做紀錄片 他們的紀錄片 其實很多時候是外國公司 我都很高興他們繼續做 一些紀錄片 放上youtube 在外國的人可以看到 但可惜我都聽他說 我朋友 他都說他有幾條片都被youtube禁了 都被youtube禁了 剩下一兩條片放上網 所以其實現在真的 很多平台都被中共去控制 所以大家一步步來吧 不要灰心 雖然我今天戴著灰的口罩 但是希望告訴別人 灰的東西你擺出來就好了 不要擺心 灰的東西記得 放了出去 丟了出來 千萬不要擺入心 大家一步一步繼續努力 嗯 就是必必要離開香港的 香港人是美國 其實那個心事會是怎麼樣呢 你一下因為都見到 香港的情況 就是似乎是愈來愈高氣壓 就每一天都差不多 現在就是法庭、法院外面 就是最忙的 就是不斷有人去上法庭 過課、提審 然後他們就會被送回家所 送回監獄 然後可能又會有更加多的人被拘捕 是啊 這件事我真的覺得 曾經我有些和朋友聊天 我就會說 為什麼你們還要留在香港呢 為什麼不放棄 有些朋友會這樣說的 小小硬頸 他說香港我們自己的家裡 不可以走 一定要守護它 我明白 我真的明白 甚至我明白到 他們有些人說 例如 不夠錢走 又或者 又或者 差點說 有些留戀 還是覺得以前的家裡 其實我自己本身經歷了很多事 我自己經歷了不少事 都不少事 我為什麼可以這樣灑脫 我就離開 完全不會再想回香港 留在香港 但是先不說我自己 我剛剛想說 有些朋友他們很想守護香港 我明白的 我真的明白 但是現在我經常都 我都會跟有些人說 香港現在的問題 不是你一個守護 或者黃之鋒守護 或者我們很多散兵也好 誰都好 那種守護 香港已經換了一個玩法 有些少少 我之前用的比喻是怎麼比喻呢 你在一間公司做 老闆換了 有一個公司收購了你的公司 換了一個老闆 那個新老闆來到 他喜歡怎麼玩就怎麼玩 你真是 如果有些人 可能有很多人有這個經驗 你換了公司 你公司 給某些企業 或者國企收購了之後 他只是會將 你都聽過很多 其實香港很多國企 是慢慢會 他會請香港人做經理 或者 Leader 或者CEO 請香港人 他做了三年到五年 甚至更短 他學了東西 他就會炒了一個香港CEO 然後給自己國內的人做 其實就是正如一樣的 現在香港的情況 就等於現在國企 惡意收購了一間香港公司 接著就 你教識了他們的手下 接著他就炒了你了 你會不會還 每天都不高興的 這間公司 很辛苦的 不高興的 如果保持著不高興在這裡做 可能自己都熬病 像側田說的 那首歌 硬命還是什麼 反正 真的那首歌 記得我不唱 因為唱功很差 反正就是 如果你在一個地方不開心 每天都不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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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最好 真的盡量找辦法離開 我不知道網民大家有沒有這個想法 或者這樣說 再說其他 例如你和一個男或者女拍拖 不高興的 甚至結了婚 不高興 一年伏一年都不高興 兩個不高興 那為什麼不爽爽脆脆 大家解決了一個離婚 你分手 我不是學做白穩琴 盡數心忠情我不是做白穩琴 但是有時候大腦這樣大家為什麽 為什麼不快些斬斷它 所以我就說 如果香港人希望他們可以想到 盡量找辦法走 理得他工作 Working holiday也好 什麼都好 你先出去 出去就有很多辦法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看 看中國你應該很清楚 袁爸爸他都有幫香港的手足 去美國 或者其他國家 台灣也好 簡單的地方 馬來西亞 台灣什麼都好 香港已經換了人做的了 其實已經換完了 不是以前那個 你們很難可以控制到 你只能夠好像 就是這樣下去 你就算前兩年 立場姐姐何桂蘭 好人好姐 真的好人好姐 說話很有理念 那現在她都是 唉很慘 是不是有排坐 不敢說 我都不希望她有排坐 但是很多人都是有排坐的了 那你都看到 其實很多人版 不是那個人版 不是陳健康的人版 不是陳健康的人版 我是說很多例子 你怎麼愛香港 我想進入一個主題就是 其實我們愛港的人 不是那些 不是那些大波man那些 不是那些愛港 我是說真的喜歡香港 喜歡到很傻 自己坐牢 我愛港的人版 還有很多人版 都沒有了 包括我最欣賞 梁天琪 她當時她 其實梁天琪你也知道 她背後很多人去恐嚇她 大家不知道 你記不記得 2016年梁天琪 可能等審這件案 她自己搬來家裡 她不想惹到家人 她搬去香港東區 我不說哪裏 因為當時我和她住 同一層樓的 我和她住過同一層樓的 香港 16年的時候 大家有時候坐電梯 會見到會聊天 就是她唯有香港 她家人都不管了 自己搬了出去住 接著她就試過一次 在地鐵站 給那些所謂愛國愛港人士 給她打 我明白了 新聞也有賣的 你想想一個香港大學 這樣的一個優秀人才 都搞到這樣 你想想這個香港 其實不要經常有一個原則 有一個 經常給自己的心裡 經常有一個那種 制抓著自己 經常說一定要留在香港 奮鬥鬥鬥鬥 其實沒有必要的 我雖然有很多人走不了我明白了 但是如果走到的真的要走 這個已經是叫什麼 分裂國家了 是不是 叫香港人才走 但是你留在這裡 你不開心 你可能 真的不開心 可能有些朋友會 熬到病啊 那些事情 那何必呢 所以我就 想說就是真正愛香港 喜歡香港的人 現在的前景很坎坷 見證了很多人 坐著很怨慾 根本她 你剛才說過 我記得剛剛說過 今天報紙說過 暴動集結案 不在場的人都可以入罪 這個就是龍門任你擺 就是 你警方他喜歡 或者是律政司 他喜歡說你有份參與 他就可以告你 其實老實說我經常覺得 香港現在法律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喜歡告你就告的了 因為你 我想你身邊可能都會有人 有官非 很不舒服的 老實說 你被人告了 你不知道 例如你今天被人告了 你可能7月上庭 甚至現在他直接 送了你進去機留所 不讓你出來 不讓你保釋 不讓你保釋 變相你未審 他已經叫你不讓你保釋 是不是都說 國安法你顛覆政府 其實之前我也很想說 香港的初選 香港的初選 只不過是大家的配票 其實你保安黨都有配票 統戰部都有配票 在微信叫人 每人填一些地址 叫人查你家裡朋友 住在哪裏 他們就配票 有的 統戰部一樣搞 中聯辦一樣搞的 其實只不過是 都是那個 你換了一個老闆了 那家公司 他們玩法 他們可以配票 他們可以繼續找的老人員 繼續配票 我們普通香港 真正喜歡香港的人 我為什麼說我們真正喜歡香港 其實等於區議會 我之前經常說區議會 我們八成五是支持 真是喜歡香港的人 上次區議會很明顯 另外那邊保安黨 剩下一成五的 鐵票 那變相 為什麼全港市民八成五會支持 我可以說泛民 或者什麼好 我好像聽過有些人 不知道聽說泛民 或者民主派什麼都好 總之是 政府經常說我們反對派 為什麼八成五的人 香港市民都會投票支持 反對派 俗稱的反對派 我經常都不覺得反對 那接著就是 原因就是 大家都看不過眼 好大白象 大白象工程 我首先不說立法會 批錢那些事情 我先說區議會 我很留意 例如質疑聰 好像之前開那個避雨亭 用了幾百萬 還是一千萬 去做避雨的亭仔 用了這麼多錢 他區議會 那時候的區議會 就是不是新區議會 就是不是接下來被人DQ的區議會 竟然一千多萬 一百百萬 批一個避雨亭 唉 接著還有觀塘 觀塘那個噴水池 也是一千多萬 整個噴水池 老實說 前陣子有一段時間在香港 半島酒店 九龍尖沙咀 那個噴水池 基本是以前我們80年代的 那些港產片很多時候都會拍到的 其實是那個年代的 噴水池 現在沒有人再做噴水池 是花一千多萬的 納稅人的錢 或者他們慶玫瑰 訂個場地去 放五十圍慶玫瑰 慶國慶 那你這些吃飯都百幾二百萬 那為什麼你不真正做好這個區呢 例如 我都知道很多 我有朋友做區議員的 新的區議員 真是好的 那他們疫情的時候 很多時候他們會撥款去買 抗疫的產品 口罩 洗手液 這些錢是花在這裡 好過你建一個噴水池 噴水池建了之後 其實對區的美化是沒有什麼作用的 我都說80年代的事情 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以前我也說 我們的舊那些 保皇黨區議員 很多都是老到 連任四次 六十歲 五十歲的人 他們當然喜歡60年代 他們當然喜歡80年代的噴水池 以前小時候去半島酒店門口 只有看 他們做了觀塘區議員 就在觀塘建過噴水池 自己開心 嘩 真是 所以為什麼我們八成五的香港人 想 真是愛香港的 泛民也好 俗稱的反對派 真是想他們去管治區議會就是這樣 我都不說到立法會了 首先說區議員 已經 所以你想想 八成五個人支持 那就不聽聽了 現在政府就要DQ他們了 你想想去到 又找人大去改你的選舉制度 人大改完選舉制度 你只會有保皇黨進去 我再說幾句吧 保皇黨 為什麼我開始 我越來越討厭他們 例如前排海洋公園撥款 又不知道半六十八億 整個六十八億的套餐 那麼海洋公園不夠錢 那麼 劉洪偉 劉元洪的兒子做主席 劉榮偉 抱歉 劉榮偉 他說要撥款 六十八億就撥給他了 然後當時還有那個 容醫 立法會議員 保皇黨 其實是袁爸爸的媳婦 反正容醫算了 容海恩 容海恩 是的 他立刻舉手說 不如我們在下面那裡 海洋公園下面那邊 建一個套餐 讓人去買衣服 吸引人流 這個很老套很老套 非常老套的一個建議 你想想一個立法會議員 收緊超過十萬人工 進貼的人 可以說得出 這句我們普通人 很喜歡香港人 都不會在海洋公園 建一個套餐 你如果真的去海洋公園玩 你早上進去九點 例如假設玩到五六點 五六點累到整身 整身河 難道真的去套餐買衣服換嗎 沒有的 他的腦子去到 你給那麼多錢 你去做立法會議員 你竟然是說去海洋公園 起套餐 一個很蠢很蠢的 你連劉 劉明偉都立刻反對他 你想想這些就是我們的保安黨 立法會議員 大家還是 我希望 反而我希望藍絲反省一下 你不要人云亦云 別人說什麼好就好 你說容可欣漂亮女兒 又是律師 就投他一票 你看看他做不做事情 你想想他做不做事情 其實律師又不代表什麼 律師不代表他一定很厲害做政治 做立法會 俗稱好像容可欣曾經說過 校園不應該政治 還是立法會不應該說政治 我忘了這句 蠢到不能再蠢了 袁爸爸可能真的是扔心 或者扔春扔了很多次 袁爸爸為什麼有這樣的媳婦 所以就不止他一個 老實說很多保安黨議員都見過 民建聯有像哥 睡覺 立法會 張鄧這麼舒服 十萬元請回來睡覺 最近也是 吳秋筆 我忘了吳秋筆跟 哪個地產界議員 大家罵 有一個就說地產要改制 那邊就說地產不可以改制 你變了很多可笑的笑話 就是保安黨的出現 當然更加說回很多年前的 try my best try my best 陳克勤又 英文不好又要說try my best 你變了一個國際笑話 你一個 立法會議員 你可以 他的水平這麼差 然後 藍絲又會經常拿 以前何俊仁看過 銜照 看過那些性感女郎的i-tech 看著看著看著 他就 說到現在 又說什麼 任戰 不知道誰 反正說何俊仁看過這些 其實我們都見過很多保皇黨在那裡玩 玩豬仔 玩那些 玩那些 打機 在議會裡面打機 或者叫龍蝦 我記得好像之前 我又不記得哪個議員 不想記得那些名字 反正一單單 叫龍蝦 在WhatsApp裡叫龍蝦 那你讓記者看到你不好 開會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叫助理 或者叫他老婆 戒龍蝦 不要只是 給你十萬元一個月 你叫龍蝦 就是 在上班的時候做其他事情 當然這叫貼地 是不是 但是我不希望有這種貼地 立法會議員 OK 看看有其他 繼續說 看到你回到美國 但是香港很多東西 你都還沒放得下 還是牢騷滿福 因為我訂了蘋果 整天都看蘋果 每天都看 有時候那些小孩問我 你看什麼 你看什麼 我說你看新聞 我整天都是 我不打機 我手機這麼多年 我都沒有任何遊戲 但是我浪費的時間就是看報紙 其實都是養成的 我以前讀書的時候也是 在香港讀書的時候 沒有錯中學 我訂報紙的 經常看報紙 南華早報也好 明報也好 當時還看明報的 當時明報還是 好像剛剛你也傳了明報的新聞給我 明報 我們九幾年 九四年代 公信力第一 公信力 很好的明報 我經常看的副刊也好 要文 全部都看的 娛樂版少看一些 但是我真的從中學開始不斷看報紙 這樣 所以 是啊 希望大家有機會都訂一下蘋果 蘋果一報真的是 香港真是最後一份報紙 我見過有時候很誇張 當年 我忘記了哪次立法會 還是區議會 第二天頭版 只要蘋果一份 是做其他新聞 就是關心民生的新聞 其他全部都不知道梁真英還是誰 或者慶國慶 全部 全香港報紙 我就是在七十七七七七 門口都看到 一份報紙都是怎樣稱讚 黨政策 香港政府 讚得不得了 只有蘋果說真話 很可憐 所以你記得 當時那個港台記者 我忘記了 講人話 這句話真的很適合聽 李觀雅 李觀雅 講人話 現在大家都好像說鬼話 那些政府 那些政府的所謂的高官 講起政府官 我想起 你想一下現在很多 所謂名校生 我聽說有個工聯會那個 我也是不想記他的名字 在九龍華人讀那個 議員已經做得差了 跟著何啟明 是不是 何啟明 工聯會那個 又走進去做副局長 二十幾萬個月 你想一下香港 二十幾萬 你給一個很廢的人 他是讀九龍華人 但是他說自己英文不好 那可能九龍華人很多神父 已經不在這個世上的神父 可能都自己彈 復末節 可能彈出來 接下來復末節 可能他回來 去捏 何啟明 他九龍華人說自己英文不好 所以很多很慘 現在香港立法會議員 副局長 有些真的是廢人 那就是因為他怎樣 他奶共 人國有志 就像我之前說的 等於陳奕迅 陳奕迅他為了人民幣 他都可以說不穿 因為可能他穿更加好的鞋 就是他可能有自己更加好 包括特報 李寧 361 可能他喜歡的那些鞋 那沒辦法 不過大家看著他 他不要說陳奕迅 內地現在很多所謂的燒鞋 他們不是自己穿的 這件事我都有深刻印象的 很多東西 不過你看看有沒有其他問題想問